我们来到了全国首批2023S1000双R以及M1000R的试驾车 在鄂尔多斯赛道通过动态以及静态体验 争取呈现这款车真实水平 现在的S1000双R以及M1000R 它们在动力增强的同时 那在低转速区间竟然变得更好骑了 主要体现在它的油门会更顺 不会出现那种传统的公升级大跑车的哼哼哼哼哼那种感觉 如果你只有250或者400排量车型的骑行经验 它不会让你觉得害怕 但是一定要注意这种车它的动力还是公升级的 当过了一个转速区域的时候 它会变得非常的暴躁 最大马力210匹 比之前要大了3匹 所以随之便便200以上的最高时速是没问题的 在宝马电控这一块都给你拉满 包括弯道ABS都给你 但是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两个 在2023款车型上的新的设备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是它的剁脚的一个传感器 这个多角传感器会让这个车变得更好骑 而且老手的话可以在弯道实现动力滑胎的动作 还有就是它的动态的DDC的减震的适应系统 确实我们在赛道里面也能够感受到它这个减震 让这个轮胎更加的贴地 在赛道里面感受到平时街道上感受不到的超过200的时候 它的下压力确实前面那两个大翅膀起作用了 具体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从外形来讲它跟之前最早一批的S1000是不一样的 它变成了这种对称式的双灯 从前头来讲变化就已经开始了 它的封挡要比之前更高 同时翅膀也变得更大了 这个翅膀到底能不能够提供200公里时速以上的时候的那种下压力 一会儿我们去实测 然后重大的变化在这儿 跺脚传感器通过这个东西可以优化这个车在弯道时候的操控 以及高手在动力滑胎的时候可以实现更多的乐趣 轴距要比之前变长了 跺脚的我感觉也变更灵活了 那这样更长的轴距会不会让这个车在弯道里面变得更笨了呢 一会儿我们去路上再去试一试 先说一下它的配置 那前面的仪表跟之前比也有所变化 它增加了记忆功能 之前是无法记忆的 这是一个槽点 现在它给改了 然后它的手把上的按钮 一如反顾的宝马 它的配置就拉满了 包括什么ABS 弯道ABS TC 包括DDC 反正各种的配置完全都是拉满的 然后在硬件方面呢 它采用了马祖奇的倒立式的减震 而且这个减震呢 无论前后减震啊 都是可以自适应调节 路面有什么样的颠簸啊 包括你的速度 它会根据这个路面的反馈 进行时时刻刻的调节 很高端 而且也很贵 然后这是它的蓝色的制动卡钱 这个版本是有的 然后在其他的版本上 在较低的版本上 是没有的 具体售价呢 我们看着屏幕下方就好了 这个散热窗 上面是水冷 下面是油冷啊 然后在这个版本上呢 它还配了探纤轮毂 因为有一句话啊 叫黄下一公斤 黄上十公斤 所以这个轮毂啊 确实是有必要 如果你对性能有极致的追求 这种探纤轮毂 真的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同时在这块还有M套件 还有短尾设计 你别看这一个短尾啊 这个短尾设计能让190这个宽胎 感觉更壮硕 但同时呢 在雨滴的时候啊 它会甩身泥 所以这个有一粒必有一臂啊 这后面的转向灯和刹车灯 都是一体的 这一代的S1000双R上 它的快排变得更好用了 当然跟它们的电控系统升级 是有关系的 无论是快速降挡 还是快速升挡 不用离合 也都完全可以操作 但是要说一点啊 它的空档呢 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找 其实这个之前 我们在2022款的车型上 也是遇到了相似的问题 但是呢 当你习惯以后 还是可以能够忍受的 另外一款新车 是M1000R 那这款车呢 比S1000R更战斗 通过它的前行角能看出来啊 它比S1000R的七行三角 要更前趴一些 同时这个雷霆版啊 浑身上下 巨多的这种探线件啊 看着就很猛啊 从前头来看 也能看出来 这跟上一代的S1000R 我感觉就像是两款车一样 同时它匹配的发动机呢 也是跟那个S1000双R的新款一样啊 要比之前的老款 大了三匹马力 天蝎排气 但是这个售价也会更贵 具体售价 我们看屏幕下方 这个就是 普通版的M1000R 那个是雷霆版的 一会儿呢 我们也会在赛道里面 进行一个深度的试驾 看看这个大翅膀 是不是能够提供足够的下压力 来 这个车板很宽啊 L13R 超级轻 M1000R的雷霆版太爽了 空档 空档 空档不太好转 好 找到了 OK 谢谢 真的好奇 太爽了 而且你看我前后 放好多错 没问题 容错率很高的 高转也挺猛 我跑200多 上200了 我上200了 没问题 它的动力呢 其实跟S1000R 有一点点小区别 就是在初段这一块呢 会更猛一些 然后呢 在后段的时候呢 我感觉并没有 S1000R来的那么暴躁 发动机虽然是一样的 但是由于持比不一样 所以呢 它在低扭这一块 会更强 同时呢 这个雷霆版 车身上有很多很多碳线件 所以它的车重非常轻 东河体验下来呢 M1000R 是目前最愤怒 最暴躁的一款运动型 公升街车 因为它的安全配置又非常高 包括它的制动这一块也非常好 所以呢 我们在赛道里面 也可以放胆去骑 攻击版的DDC 所以它的减震 在这个路面上 也没有什么可挑的 如果说 唯一的遗憾 我觉得它的车马 有一点点宽 相较于亚洲人的体型呢 如果你身材并不是特别魁梧 会有一点点宽 而且呢 我们平时在跑街的时候 较宽的手把 再加上把头上那个 后视镜虽然很帅 但是呢 会影响我们钻车当时候的 这个感受 在M1000R 我觉得它对街道骑行 会更友好 相对比较直立 但是跟S1000单R比啊 M1000R 它的骑行三角 会更激进一些 大家要知晓一下 同时呢 M版的S1000双R 以及雷霆版的M1000R 它们对黄夏质量的减轻啊 绝对是极致的 配了碳纤维的轮毂 当然价格也会更贵 如果你是一个追求 极致运动的玩家 我还是建议大家 去选那个高配的车型 所以宝马来讲 凸显了德国人 在极致方面的追求 一个呢 是在低转速区间 极致的顺 再有一个呢 是在高转速区间 极致的猛 极致的狠 所以如果有机会啊 大家去试一试 真的挺有意思 这两款车